大家好 我們今天用白雪公主衣服的顏色 勾一款可愛的寵物項圈 勾法簡單又可愛 現在就讓我們開始吧 這是我們所需要的材料 先起針 起針完成後 根據自己寵物微薄的長度 來調整手針的長度 之後我們起三針 再倒數第四個針目裡面 我們勾一個長針 這一盤我們勾的都是長針 在最後一針剩下兩個項圈的時候 然後我們停在這裡 準備換線 我們拿出藍色的線 先鎖一針 拉緊 然後勾三針 翻面 在第一個針目裡面 我們勾一個長長針 之後再鎖一針 空一個針目 在下一個針目裡面 再勾兩個長長針 再勾兩個長長針 再鎖一針 空一針 兩個長長針 鎖一針 鎖一針 空一針 在下一個針目 兩個長長針 我們就按照這個規律 把這一圈勾完 我們就按照這個規律 把這一圈勾完 接着我们拿出红色的线 锁一针 拉紧 再勾一个锁针 翻面 我们在上一排 两个长长针和两个长长针的中间 勾五个长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接下来又是一个短针 五个长针 然后一个短针 接着我们就循环的一直勾下去 剩下两个线圈的时候 我们停在这边准备换线 接下来我们拿出黄色的线 勾一个线圈拉紧 锁两针 翻面 在这一行我们全部勾的都是长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行剩下最后两个线圈的时候 我们停在这边准备换线 我们拿出深蓝色的线 放在后面锁一针 拉紧 勾三个锁针 翻面 我们在下一个针目 勾两个长长针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也是勾两个长长针 之后锁三针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做一个引拔 就形成了一个小花边 之后我们重复 起三针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勾两个长长针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再勾两个长长针 勾三个长针 勾三个锁针 在下一个针目 引拔 接着我们就重复把这一排勾完 接着我们就重复把这一排勾完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好我们抢好线之后呢 我们要开始勾领子的部分 我们先挑第一排的外围的一针 找出白色的线 勾出一个线圈 拉紧 拉紧 锁三针 二 三 之后呢 每一针都是挑外面的线 来编织长针 这一行我们都要用外围的针目 来编织长针 接下来我们勾三 三个长针 拌织长针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之后勾三个长针 之后勾三个长针 然后在同一个针目里面 我们勾两个长针 之后勾三个长针 之后空一个不勾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勾引发 三个针目的角色 再勾三个长针 然后勾三个长针 除三个长针 同一个针目里面勾两个长针 空一格在下面勾一頂吧 然後一起空到最後 花邊領子就完成了 我們接下來來勾袋子的部分 我們先起針 先勾兩針 之後在第一針的位置 我們勾三個未完成的長針 之後一次 一次 一次性把它勾出來 鎖一針 拉緊 再勾三個鎖針 在第一個節目做一個引拔 接著我們勾袋子的長度 我們要先進去 再勾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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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们在领子下面的第一个帧目的位置 把它勾上去 然后锁一针 再锁一针 拉出来 断线 然后我们准备长线 再锁一针 另外一边我们也用 同样的方法 好 我们就可以把它 绑起来 打蝴蝶结 好 我们公主颜色 香圈已经完成了 是不是很可爱 赶快把你们家的 小宝贝勾起来吧 谢谢 我们下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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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个见